打开网页输入宜兰现议会搜寻 网下一滑得到的结果竟然是投资诈骗连结 写着教你如何买股票 而点进去这些网页连结就又跳到现议会正常网页 21号有民众在网络搜寻宜兰现议会搜寻结果页面 标题虽然有宜兰现议会全球资讯网议会实况转播 但实际点水连结有的会跳到议会网页 有的则不能开启显示网页无法正常运作 又或者出现像是这样的投资股票连结 下方还卸着台湾股市投资入门课程等 完全和宜兰现议会毫不相关的文字讯息遭到骇客入侵 让民众感叹连现议会网站都被利用诈骗集团实在太嚣张 我们昨天得知消息之后 已经请我们一事组的咨询人员会同我们行事 来做一个侦办动作 那也报警 在这边呼吁我们各部门的一个网页 希望我们大家都共同来维护 其实22号刚好要召开定期大会 前一天现议会网页却突然遭到诈骗集团攻陷 不免引起外界联想 而现议会也在接到消息时 也在第一时间紧急处理 除了呼吁民众多加小心外 也会补强防火墙漏洞 实际测试搜寻页面确实一会儿正常 一会儿出现不相关讯息只希望可以尽快排除状况 TVB的新闻简大臣何可言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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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